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宝贫文化的总编辑朱亚军 我是宝贫文化的行销 欣杰 今天又来到评收书的单元 我们今天要谈了一本有意思的书 叫做有读的话语 然后它的副书名是 亲密关系里的话语控制 这个书封跟这个书名看起来很有读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要用一个 比较直接的方式 来跟你破解这个书里面讲的一些问题 我首先说这个纽伯格的教授 他不但是法国的一个心理分析师 他也是一个心理系的教授 他也是精神科的医生 然后他还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你去亚马逊上看他诗集本的制作 我有看到很多他的著作 然后几乎都是4.5颗星到5颗星 他就长期都在研究家庭夫妻关系 就是亲密关系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亲密关系那么重要呢 因为亲密关系其实是人跟人之间最亲密 但是又最脆弱 没错 对 因为就像瓣壳一样 你必须要亲密才能靠近 可是你越亲密就是感觉 很容易越受到伤害 或者受到一些背叛 我想先讲个例子好了 我不知道辛姐有没有经验 就是我们常常有女性朋友 会一起吃饭 然后吃饭吃了大概酒喝两杯以后 其中有一个朋友就会开始 说起她的故事了 她的先生每到礼拜六就要出差 每一次出差明明高铁那么方便 但一定要过夜 因为隔天早上她说要视讯 或者她一接起手机 就要往外面走 然后讲很久的电话 然后她也不让你看 可是你知道在场的其他朋友都目瞪口呆 都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吧 有问题吧 不太有问题吧 可是呢 如果直接告诉她说 欸不对吧 她又会马上反驳了 对而且她会说 我先生就跟我说 这些都是处理公事啊 对啊 然后我视讯 我现在跟老板视讯啊 我讲很久的电话 是工作上的电话 一切都是为了工作 我在做这个工作 这么辛苦 我也是为了家 对然后你 好像太太还觉得说 不能打扰她 她如果要处理讲电话 自己就赶快闪开 她把电视机关掉 免得吵到她 但是其实所有人都觉得不对啦 其实这种状况不止 这还蛮常见的 这是非常常见的 我相信如果 听众朋友你是女生的话 你周边一定会有几个这样的例子 不要说你周边 就是你自己好了 我们自己有没有那种经验 在过去的感情关系当中 总是会有一些 你身在其中 感觉都不太对近 可是你解释不出来 对方也解释得好像很好 而且你本来是 抱持着要心思问罪去的 就觉得说 这明明就是你说 有鬼 但是回头过来 确认觉得说 不对 好像是 好像是我的问题 好像是我的问题 都是我不好 我太敏感 我太神经质 我想太多 我真是一个 让人觉得厌烦的女朋友 反而 回头来 解释自己 那这种状况呢 其实照 这个 纽伯格教授说的 你就已经陷入到 有话语的话语 对 就是话语控制的这个部分 而且呢 你越是那种高敏感 高情商 高EQ 然后反省力强的人 越容易陷入 因为很容易别人一句话 就让你回过头来 检视自己 对 对 所以我想请杏杰聊聊 你什么在亲密关系中 特别容易收到 这样子的话语控制 其实我觉得 因为亲密关系 它就有两个很大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信任 你既然会跟这个人 有比较亲密的关系 那你刚开始 受到他的吸引之后 其实渐渐渐渐的 你可能就会跟他说一些 心理的话 心理的秘密 那这个就是你们 两个人在加深 你们的信任基础的状况 所以一信任就盲目 对我们都讲 爱情是盲目的 就是你一开始信任对方 你就有很多地方是 美化的盲目的 然后对方讲什么 你可能都会相信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他的封闭性 因为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 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发生的事情 讲的话 可能只有你们两个知道 那外面的人呢 他也不清楚状况 甚至你也不可能跟他说 有很多事情 是你没有办法 跟外面的人讲的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封闭性 其实当你在一个亲密关系 当中呢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越紧密 越信任 但是你又是一个主体 比较没有那么强 比较弱一点的人的时候 其实你就非常容易陷入到 这种话语言的空子里面的状况 对 所以在书上 这个教授也特别提到了 他说 其实很多人都隐瞒了 在婚姻中的暴力跟苦痛 是 对 你想想看 很简单的例子 常常我们在报纸上 新闻上看到说 欸 某某明星离婚了 你会吓一跳 你说 耶 上周他们不是还贴出全家去 庆生 对啊 都是光鲜亮丽 然后都很开心啊 怎么会 这个礼拜突然 就听到他们离婚 等到他离婚 你才发现 哇 其实他已经长年 可能三年四年 在一个痛苦之中 没有不敢说 因为常常我们会把婚姻的失败 当作是 我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失败 失败会让你极其羞耻感 所以你就不敢说 而有毒的话语是什么呢 我想 这里哦 我们做了一个手摆 有毒的话语呢 就是 在你的生活中 这些话语 一再一再让你感到 失望 受骗 压抑 内疚 疲惫 委屈 或者怀疑自己 这就是有毒的话语 请记得是一再一再 不是一次 一次可能是偶尔发生的 可是如果一直一直的循环 这样的状况 一直循环不停的话 可能要小心 他可能就是一个话语控制 那到底为什么 我们会做出像是 话语控制这样的事情呢 是 书里面有讲到 说通常控制者 开始要进行话语控制的时候 首先他就是要 隐瞒某些事情 没错 而且90% 几乎就是外遇 对 另外的10% 可能是说 你想要用特定金钱资源家人 怕太太知道 或者你失业了 或者你生病了 但是90%真的都是 转外遇 当他因为要隐瞒这些事实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激发起 你的一些内疚 羞愧 或者是同理心 这样的感觉 先举一个故事好了 就是有一个太太 就到了 纽伯格教授的 诊间 然后到诊间 他就跟他说 其实他跟他先生 一向情感都很好 但是这几年开始发生问题 那在有问题的时候 他去抽丝剥茧 就发现 哇 先生应该是 又外遇了 然后在 手机的简讯里面 或私讯里面 种种迹象都发现 对 就是外遇 那这个让他非常难过 因为他一直以为 他们在 朋友的面前 应该是 模范夫妻 是理想犯女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所以他就跑去 找他先生 开诚布公 对开诚布公说 我们应该弹开来 先生照理说 应该会说一句 抱歉 或者是不好意思 立刻认错 或者怎么样 但是各位 完全没有 先生马上转过来 就跟他说 都是因为你这几年忽视我 你这几年都在忙你的工作 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感受 你从来没有让我像个男人 你从来没有注意我 你毁了我们的家庭 太太听到的时候真的是 你知道那个心情反而是想说 所以真的是 因为我这几年忙工作 然后我没有关心你 所以我们的关系才变成这样的 所以本来不是 应该是外遇的错 不是哦 是我 我没有尽到一个 就好好做妻子的责任 先生这样说 马上这个太太就陷入到一种内疚 对 对 好像我真的错了 是我的问题 所以他觉得先生这样颠倒黑白 但是他又讲不出 他无法回应老公的话 好像真的是我的错 这就是第一个 就是控制着他在激发你的内疚感 然后把这个问题呢 转下到你的身上 是 而且因为这种方式啊 他其实就是让你搞不清楚你的状况 对对对 然后你会想说 嗯对 可能真的是我的错 对 看了就是觉得蛮难过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事件啊 很多家暴案件 情杀事件 很多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的 累积性 对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是让你觉得亏欠 对 有些先生啊 可能在工作的状况下 比如说自己开公司啊 然后需要钱周转啊 然后他就常常去借钱啊 甚至跟老婆借 然后要求老婆跟老婆的娘家 或朋友去借钱 那这个久而久之呢 其实对太太来讲 也是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那他可能就是会回过头去问先生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继续这样子了 那先生可能常常就会回说 我都是为了你啊 对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 我为了孩子啊 对 你到底还有什么 对 你还有不满 你还有什么不满 对 这全部都是为了你啊 对啊 对 太太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就会想说 啊 他这么辛苦 然后在这些状况上 他努力去解决 好像就是我的问题 对 我应该要给他更好的支持 我不应该在他这么需要我的时候 还希望他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 没有我应该要给他更多的支持 那此时太太就会觉得 啊 我真的好像很愧对我的先生 我没有办法给他更好的支持 对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居然没办法帮他啊 对 我居然没有办法帮他这样子 是不是很八点档 是很八点档 是很八点档 但是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常常发生 很多那种公司倒闭的坐牢的是谁 太太太 你就说 你犯一次傻也就算了 你犯十次傻 他可能签了十张本 是 这种事情真的是常常发生 第三个啊 就是给你贴标签 孤立你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经典 常常会出现在 连续剧里面 但是也常常发生 有一个太太也是到诊间了 那这个太太到诊间以后 他说他先生其实长期家暴打他 但是很奇怪 他说打到他好像也习以为常了 甚至他的亲人周边的朋友 好像对他的身上伤痕都视而不见 直到有一次他们夫妻音乐跟别的朋友一起去度假住在饭店里 晚上这个先生又因为一句话不对又揍他 但因为揍到太大声了把那个房门撞开了 所以隔壁的朋友跑来 他跟医生说医生啊 我是从朋友眼中的恐慌才认知到 对我真的被打了 也就是说过去这长时间来 他没有想到 这样叫做家暴 对 而且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时间镜头再往前转三年四年 我们会看到这个先生其实不断在朋友面前或在亲人面前说 我太太有忧郁症了 他真的很辛苦 他老是胡思乱想 他总是会幻想一些什么 而且他会自己伤害自己 但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先生好像对太太很好 其实太太有这样的状况 他还是很包容他 然后不离不弃 所以他把这个标签 忧郁症的标签给你贴上 也让你孤立在所有亲友的外面 因为亲友都没感觉到 也没有告诉你说其实这个状况不是你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是先生的问题 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也是我们很常看到的 就是对方可能会用诋毁你 或者是羞辱你的方式 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说吵架无好话 可是有时候那个无好话的状况真的非常超过 他可能会对你做一些人身攻击 比如说你就是身材这么不好 所以我看到别的女生我才会喜欢他 或者说你条件就很差 他如果可以有我这样子人喜欢你 你就应该开心了 那是你幸运耶 别人不肯而会像我这样子喜欢你 对就用像这种方式去羞辱你 去诋毁你 去打击你的自信心 其实久了你真的会觉得说 蛤是不是我真的条件不好 所以对方才没有这么喜欢我 对他就是让你的价值感变低 让你的自尊变低 然后你让你觉得陷入一种困惑里面 对那这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想说 其实你在亲密关系当中 居然你们可以吵架吵成这种状况 互相觉得对方很不好 可是你还是觉得这个关系没有问题 你还是愿意留在这个关系里面 其实你确实也就是受到话语的控制 而且这个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有谷的话语 他是慢慢的慢慢的侵蚀你 就是温水煮青蛙 让你一直陷到那个环境而不自觉 那所有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 控制者其实一直在提供虚假资讯 没错 那虚假资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说谎 它是让你陷入一种两难的境界 就是我到底要相信我自己的感知呢 还是要相信对方 如果我相信自己的感知 那我就会失去这一段感知 我觉得就会知道这一些的事情都是有问题的 对 但是我如果相信了对方 我又突然开始整个脑袋就是快爆炸 转不过来就觉得明明我看到的却不是我看到的 我听到的他说不是我听到的 我感觉到他说那不是我的感觉 所有的感觉都是以他的感觉为感觉 各位这时候你要小心 你可能正在受到有读话语的控制 而且我们说其实有读话语 它就是一种精神暴力 是不但是语言控制而且是精神暴力 那听完了呢我们之前分享了几个可怕的故事之后 其实那个有读话语书里面呢 他有告诉我们 你要如何分辨你现在是否正在有读话语情境里面呢 他有讲了七个吉祥 对 那第一个呢就是当你争吵之后 感觉你是精神错乱 然后脑袋里面像一团的降谷 第二个呢是说 你感受到从来未感受到那种超不合理 但是呢 你却有没来由的心理的内疚感发出来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身体呢 近来可能有出现一些状况 特别是在跟伴侵吵之后 你就出现比如说头痛啊 或者身体不舒服的这种状况 对对对对胃经络啊什么都 对刚刚讲的是身体 第四个就是精神的 你在精神上感觉到忧郁自我厌恶 甚至你会无缘无故的就感伤起来 那第五个比较严重一点就是 你对人生感到绝望 那你可能有暴力或者是自杀的一个冲动 还有一点很重要哦 就是如果对方的语言中 常常会出现重步 你重步怎么样怎么样 或你总是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说常常用是 就是你是什么样的 你怎么就是用那种指责的语言 不断不断的告诉你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第七个呢 就是会让你自己的感知产生怀疑的话 你可能你不太相信你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你自己的推测 你会觉得可能对方讲的才是对的 当你出现这类的话语和感觉的时候 而且你以前不太会这样 以前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你现在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那以上这七个呢 就是在有读话语里面有提到的 当你有这七个征兆 它不一定是同时出现 它有可能是单独出现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一半是不是开始 有一点这种话语控制的倾向 让你陷入了这个有读话语的情境当中 那在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作者也提到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关于有读的话语这样的控制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是单向的 它通常是互动来的 同一套控制方法 也许对我有效 可是对心结可能就无效 完全可能一句话就把它戳破了 所以通常会陷入这样的控制状况 一定是你们彼此之间互动的结果 有个人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 所以就有一个人一直走前往前 所以我想教授提到的这七点 很好让大家来检测自己的婚姻的状况 那在同时呢 我也想再推荐两本书 刚刚讲的互动 所以我要推荐这本 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 也就是你所在婚姻里面 放进去的样子跟你互动的模式 其实就是你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可能就是跟你怎么回应 那另外一本书呢 是都是李亚利 这本书其实谈的也是精神控制 对 就是它不断在贬低你 然后责备你 让你的自尊变低 践踏你 最后控制你的行为 没错 这是一个蛮可怕的状况 是而且其实很普遍 但是大家好像不知道是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还是说大家太习惯有这样的状况 那就回到你前面说的 因为感情里面的封闭性 告诉大家不好意思说出来 这本书的写作目的 作者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除了告诉我们怎么辨识 然后也提出了各种方法 他就是希望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 首先第一个先辨明 你自己是不是在控制的情境或行为之下 第二件事情 你要懂得发出警讯 要向身边的朋友求救 因为你温水煮青蛙 那个青蛙是不会救的 那你要知道自己正在那个 加热的温水里面 好最后最后也因为你辨识了求救了 而进而可以脱离 因为有毒的话语所带来的伤害跟控制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 书里面的内容其实还非常多 我们能够讲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希望可以帮大家就是早点脱离 有毒的话语的环境 或者你如果感受到你的朋友 正在这里面 请你可以送他或把这个连结传给他 让他看一看 也许他也可以做一个自我检测 非常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